给我一个牌子叫 讲好中国故事文化交流使者 那么我不会讲故事 但今天就要学会讲故事 今天文化遗产高度融入到城市文化建设中 建设了国际文物修复学会 在全世界唯一的培训机构 培训中心在七年多的时间里面 对于七十多个国家的博物馆的同仁 进行了这样的培训和合作交流 这就能够打开我们和世界 那么交往的这样的一个窗口 现在看到各处开始 不但保护文化要素 而且保护自然要素 特别保护人与自然共同生成的文化景观 比如泰山过去我们保护的是 那些古建筑群和磨牙时刻 那么这些年泰山牵头呢 就是把他的整体的山脉 作为一个完整的现象来保护 因为这些磨牙时刻和背后的山体 是不可分割的 这些磨牙时刻的内容 跟整个泰山文化是不可分割的 于是呢 整个泰山作为一处文化遗产来保护 这些文化遗产它都是当时那个历史时期 它的优秀的创造 今天呢如果把它保护好 得到传承 它仍然能够汇集人民现实生活 今年呢申报世界遗产呢 这是井外山的古茶林 在土耳茶 在价格提升 迅速地提升的情况下 能不能坚守自己的文化理想 坚守自己的传统工艺 它们今天仍然不使用农药 用传统的方法来减少 害虫的这样的侵害 同时呢 仍然盛展高品质的泰山 不追求产量而追求质量 通过过去的码 帮今天的茶商 把它们优质的泰山 传到世界各地 令我们非常感动 做好服务 是今天我们保护文化遗产 保护文物产品 那么的前提下 应该更加努力的方向 它应该是人们生活中的 一片文化的宇宙 是人们学习的一个大课堂 是人们阅读的一个百科全书 故宫知识课堂 每次开班都 我看都是饱满的 孩子们在那里串巢猪 汇笼跑 画盘子 做堆秀 做节载 包粽子 做搭片 所有都是免费的 故宫教育不收费 为什么不收费呢 我们认为这是最大的 最好的投入 因为这些同学们 这些孩子们在博物馆里长大 将来一定是对博物馆热爱的一代 一定是对我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是有认知的一代 2023北京文化论坛 9月相会北京